7月15號 布里斯班西南部約500公里處的小鎮聖喬治 舉行了一場特別的悼念活動 為的是要鳴記和感謝19世紀中期最早一批從中國來到澳洲的華人 當時他們作為契約勞工來到了昆州 卻再也沒能踏上回家的路 澳大利亞的國歌回想在昆士蘭州西南部聖喬治市的上空 人們聚集在這裡共同緬懷長眠於這片土地上的上百名淘金熱時期遠渡澳洲的先行拓荒者 19世紀中期一場饑荒讓約300名中國廈門人為了生計千里迢迢踏上了奔赴澳大利亞的萬里航程 他們曾因淘金熱簽署了五年的契約勞工合同 來到昆士蘭州的一個小鎮 卻因差陽錯成為了牧羊人 Cherryl的曾祖父就是其中的一員 由於沒能找到黃金 他的宗祖父也成為了牧羊人和屠夫 這些收入微薄的廈門牧羊人一共拓荒放牧了超過45萬隻羊 山肉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 從外婆的口中得知了自己的家族故事 五年合約完成後 極低的放牧薪水卻不足以支撑 這些旅居他鄉牧羊人的返程船票 其中有的人早早離世 長眠於此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 一場意外大火帶走了他們的墓碑和安葬紀錄 三百多人的姓名被歷史抹去 只留下了一個人的名字 你看這些墓墓 你看這裡的墓墓都沒有名字的 因為那時候他們可能就不管我們華裔在這裡存在 實際上他們是早期澳洲的開發者 開拓者 而且實際上也是建設者和貢獻者 聖喬治華人牧羊人的故事一直顯為人知 直至2017年 他們的故事才被當地華人社區紀念碑委員會 講述出來2019年3月 一座專門為廈門牧羊人而設立的 花崗岩紀念碑正式在聖喬治市落成 幾行小字總結了這些無名華人對澳洲的貢獻 紀念碑上刻有當時年僅11歲的當地原住民後裔 Daisy設計的圖案 表達了在近兩百年前 原住民是如何允許第一批中國定居者進入他們的土地 紀念碑朝著中國的方向 正在無聲地見證著這片土地的歷史 SBS中文新聞 陳美軍 Tony曲 採訪報導